很扯的是 每個房間 都是廁所 乾濕分離的 OMG 你在裡面 take a shower 住這種房間真的會心情好到 邊唱歌邊啟動欸 來 嗨我姐 今天來到我的母校 淡江大學 想必學校是看見我這個 別出校友 所以呢 邀請我來開箱淡江大學 全新的女生宿舍 我大學四年都是在外面租房子 就是從來沒有住過女宿 就是覺得學校宿舍又老舊 然後又要跟很多人同情 而且我自己不太喜歡衣服 跟一大堆陌生人一起洗 何況還有排隊洗 反正總的言之 我對學校宿舍的印象就是有點 不怎麼樣 自己在外面租房子感覺比較爽 但是 是新蓋的女生宿舍 不得了 現在在這邊講再多也都是空服無話 所以就直接帶你們去看 那我們就行きましょう 好我們現在已經到宿舍門口了 這一棟是五棟 松涛五館 這裡呢就是一進來的交移廳行政區 就是大家可以聊天啊休息之類的 非常慵懶的休閒空間 然後這邊就是只給住宿生來的地方 就是大家可以好好在這邊放鬆 跟你說淡江最多的東西就是飲睡機了 走到哪裡都有一台真的非常的方便 帶大家去看房間 這次宿舍最特別的就是 他們是家庭式的 像這樣子一個房間總共是住十個學生 就是一戶十個學生 竟然有餐廳 這個冰箱也太大了吧 因為我之前住的宿舍都是那種 個人用的超級小冰箱 但這個冰箱就是家庭冰箱欸 而且還是山林的 有牌子喔不是雜牌 還有自己的料理區 電磁爐 微波爐 每戶都有附的喔 就你不用自己帶來 就是學校就已經附給你了 帶大家來看房間 不喜歡先關起來有個神秘感 不要看不要看 那我第一間帶大家看的是四人房 每一戶它的格局都有點不太一樣 然後像武館就是兩間四人房跟一間雙人房 先帶大家來看四人房 房間裡面就是長得比較像宿舍一點 因為它的這個就是上床下書桌的設計 就有點很學院風 它書桌椅子也都是附給你的喔 然後這邊是置物櫃 超級大欸 這一層 然後這邊有那個可以刮衣服的 還有這裡也有可拉式抽屜 各種小抽屜啊 這種這裡都是收納空間 它是那種緩衝收起來的設計欸 超有質感的 很扯的是 每個房間 都是廁所 乾濕分離的 OMG 然後 裡面 take a shower 住這種房間真的是會心情好到 邊唱歌邊啟動欸 來 第二間 這間厲害了 它是雙人房 兩個人可以住這種房間真的是太好了吧 這裡是學生宿舍欸 搞得跟民宿一樣 然後這裡也是一樣 有自己的廁所 我可以直接在這邊跳打鏡欸 有過大間 我很想入住你知道嗎 它每一間油漆的顏色都不太一樣 像這間就是 青黃色 很有朝氣 很活力 YA的那種顏色 來 帶大家看下一間房間 每一戶的房間數跟人數都差不多 但是像這種格局就會有點小小不一樣 因為像一進來就是餐廳嘛 沙發區是在靠牆的後面 這也太爽了吧 這樣子會不會都在宿舍裡面 狂爽飛不一樣的商客啊 繞到這邊才是這一個房型的廚房 應該看出來就是格局有點不太一樣吧 對 但是內容物跟附的家具都是一樣的 房間 基本上也是差不多的 這間是 雙人房 就是一樣的啦 每一個學生所擁有的床跟書桌都是同樣的 喔剛剛忘記想到 它裡面有附台燈喔 超級貼心 這樣子才不會近視齁 來 來看 這間房間的浴室是怎樣 這個 欸這個 這是飯店等級衛浴吧 OMG 這 真的是每一間有點不太一樣的風格耶 每一個廁所的這種磁磚色系都是不一樣的 這間也是 四人房 這間又跟剛剛那間的四人房 都不一樣 空間直接寬敞到我可以在這邊走台步耶 很適合 很適合 這裡可以看到對面的教學大樓耶 有沒有那種綠意盎然的那種感覺 對對我剛剛講到的 像這間就是很鮮黃的那種 Energy的顏色 就是每一間風格不太一樣喔 有發現齁 下去看這裡還有一個非常厲害的公共空間 好大那不行 休閒的部分 就是可以在這邊聊天啦 念書 就不用去圖書館 來這邊念就好啦 這個是冷氣卡的加值機 大家應該有點概念吧 就是住宿舍冷氣是要插卡的 在這裡加值 然後呢這邊還有一個很厲害的地方 可以在這邊靜坐還是跳瑜伽 或是你知道熱舞社場地被搶了 就來這邊練舞 這個空間有一個很重要的功能 這也是洗衣室 這一棟的人都要來這邊洗衣服 看一下看一下 來 這邊就是有一整排的洗衣機 脫水機 烘乾機 洗手台 生活起居啊 洗衣服什麼blahblah 就來這邊 這個空間厲害的東西還沒講完 我真的超級 超級喜歡這個地方 心臟準備好 有點重 哇喔喔 這邊就是一個我稱它為 休閒大平台 反正這裡就是一個很詩情畫意的地方 然後學生就是可以來這邊休息 或是呼吸一些新鮮的空氣 看完厲害的舞動 四棟更厲害 我們就 嘿 來到四棟了 看得出來吧 就是一個類似交椅廳 就是公共空間 然後像這裡 那邊有一個這麼大的電視 又是這種可愛的拼接椅 戲會很適合在這邊開會啊 或者是有些小講座都可以在這個地方 大長桌 又是一個可以念書的地方 或者是戲會開會 欸我好慈窮喔 我才剛講過戲會開會 現在又要戲會開會 那社團開會好了 沿著走過來 是一個烹飪區耶 這也很適合拍什麼料理單元 超級美耶 順便洗個手 防禦期間大家多洗手 高腳椅 坐在上面就是很假掰啊 可以在這邊喝個星巴克 Forget了這個小角落 很民宿耶 不覺得這個地方 學生住這麼高級幹嘛啊 用一些破爛的房間就好了啊 這個空間就是 寺館的公用空間 但我想應該是住宿舍的 學生都可以來吧 就是兩棟的公共空間 都可以互相跑來跑去 上去看房間 寺館的房間是更厲害了 看出來有比屋館的更大間嗎 這個就是必備的嘛 餐廳 學校有幫我設好可愛的小家具耶 怎麼那麼可愛啊 寺館的房間 裡面就有一個小咖啡廳耶 就是剛剛樓下那個高交椅 大到可以直接當一間交椅廳 也是一樣十個學生一戶 然後它的房型是 一間四人房 兩間三人房 多了一個小設計就是 它有鞋櫃 小丹萊爾寺館 會比五館的房價稍微再高一點點 但是我覺得是很值得的好不好 欸我喜歡這間的磁磚顏色耶 可愛的鵝黃色 這間的洗澡間也是很大間耶 你要不要洗一次嗎 來去看四人房 其實是大同小異啦 但是我想說 你應該滿想看的吧 就帶你去看看 這間 沒開燈 就是四人房 四館的房型又有多了一個 他們有自己的洗衣機 因為剛剛有看到五館有洗衣空間嘛 但四館的是自己就有一間洗衣空間喔 洗衣機脫水機 然後還有這種手洗的那種專用的檯子 然後這邊又有一個 高小異 其實我不太明白為什麼 洗衣間裡面 讓你等待啊 讓你等衣服 這不能回房間等喔 好啦反正這邊就是又有多一個這個 大家可以使用的地方 然後Oh my god 這裡有陽台 會曬衣服耶 這用的桿子比我加的還高級 呃我太會用 就是它可以降下來 然後你曬好之後 再把它往上拉曬乾 看到這種門就知道是陽台 因為很多人的陽台都會用這種 可以通風的吧 對吧 這裡通風又更好耶 因為它可以開這個窗 我不知道為什麼現在才要蓋好 你要搞我變成一個老人 住不到這個地方 然後叫我來開箱 是想要我羨慕嫉妒很 我從來沒有住過女生宿舍 我只知道他們要用冷氣卡 但是其實我不知道是如何用 學校就給我一個這個 讓我體驗看看 超可愛的耶 就是松濤管的圖案 然後背面也有這個 小小浮水印 晶片這樣子擦上去 看看我有多少錢 我一百塊 我一百塊 喔它就是立刻連動耶 插上去就可以遙控器逼 冷氣出來 我要拔得很帥的樣子 帥 帶大家開箱完兩棟的房間門 還有公共空間 先要帶大家去看一個 我覺得學校還蠻貼心 而且感覺很花錢的一個設施 或者女孩子們的安全的東西 這裡呢就是其中一個 如果你也想成為下一位爆紅創作者 請打開下方資訊欄連結 一起來投稿吧 學生可以進出的門 裡面出去就是 按這個 就可以打開 可以看到這個門是 非常的有份量 大家應該都知道 學生進宿舍是需要筆卡嘛 新的宿舍有加裝 我覺得非常貼心的功能就是 它上面那個 很像攝影機的東西 它是 人臉辯視機 人臉辯視機要幹嘛呢 雙層防護 因為你筆卡進去嘛 然後那個人臉辯視機 就可以自動辨識說 你是不是住在這個宿舍裡面的學生 如果你不是 就可能你是他的同學之類的 校方人員那邊就會收到 喔有不是住宿舍的人 進來這個空間 然後如果發生什麼意外 他們就可以比較即時的處理 就是很貼心 住在這邊是很安全耶 真的很安全 男生進不去 真的很想自己去鄉鄉女生宿舍 那麼以上呢就是 淡江大學新的女生宿舍開箱 有點對學校的女生宿舍改觀 這裡弄得這麼美 大家覺得是搶著要入住的好嗎 而且很便宜耶 平均下來一個月差不多 6000多塊 最佳選項 好那今天影片就到這邊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 訂閱 按讚 可以留言跟我聊天 說一下你對這個宿舍的想法怎麼樣啦 好那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掰掰